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数殊胜的菩提心 我们继续学习《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当中 现在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认真修学的话 会堕入恶趣 怎么会堕入恶趣呢 就是寂天菩萨通过教证和理证 来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通过教证来说明的问题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根据《扎阿含经》 和《有关经典》当中 以比喻来说明 从恶趣里面获得人生是极为难得 这个道理前面已经宣说完毕 那么今天开始 通过各种理证来说明 我们最好不要堕入恶趣 如果堕入恶趣的话 那从恶趣里面获得解脱是相当困难的 那么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不仅是用教证来说明 堕入恶趣以后不得解脱的 而且凭我们的智慧 以我们的理证来可以说明 这个堕入恶趣是非常容易的 比如说我们活在人间的时候 有时候故意或者无意当中 经常造罪 造这样的罪业 并不需要漫长的时间 有时候在一刹那间当中 比如说你对殊胜的菩萨 金刚上师 或者诸佛阿罗汉等特别严厉的对境面前 生起一刹那的恶念 这种刹那也说是十几刹那 十几刹那的恶念 那么我们第一品当中 所讲的那样 最后凭自己的这种 恶念的刹那的数目 再堕入地狱当中 也感受如是皆的痛苦 这是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 那么有些也有 城市刹那间当中 造的罪业的也有 比如说杀自己的父亲 杀自己的母亲 杀阿罗汉 以及毁坏佛塔 摧毁三宝所依等等 这样的罪业 实际上需要一个过程 这样一刹那间 也就是说一城市刹那间当中 造的恶业的话 也实际上这个造罪 永远堕入在 无间地狱当中 大家都应该清楚 无间地狱一般说明是一个总结 一个总结的说明 我们学过《居士论》的人 大家应该清楚 并不是我们现在 人间的年龄来容易推算的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受持痛苦的 受持痛苦 因为这样的罪业 我们平时也经常会造的 有时候对殊胜的对境面前 生起恶念 生起嗔恨心 生起邪见等等 这样的造罪 并不是不容易的 很容易造这样的罪业 如果你造了这样的罪业 在漫长的世事当中 也是恶趣里面 不能获得解脱的 如果是这样 那更何况说 我们这些众生 无始以来到现在 在这个轮回 就是在漫无边际的轮回当中 造过多少次罪业 这一点是 我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 每一个人思考自己的往昔 自己我们前世 前世的前世等等 一直无始以来到现在 流转轮回的这个过程 虽然我们很多人 可能是想不起来 但是仅仅是 我们有些人的即生当中 有些人可能三四十岁了 有些人七八十岁了 你自己好好地回忆一下 你从小到现在 到现在生活当中 大概杀害多少众生 你的相续当中生起多少恶念 你的课里面说过多少恶语 众伤别人说过多少恶语 这样一来 那么一刹那间罪业的最严重 也就是说 这种罪业如是严重 那么我们无始以来到 现在所造的罪业有多少 如果积累起来 比山王还多 比大海还深 应该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将来得不到胜取 这一点根本不用说 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这样想 因为所谓因果的东西 并不是我们有些人 个人想象那样简单的 非常细微的因果 只有诸佛 佛陀才能了知 当然我们简单的因果 畜大的因果 恐怕很多人也比较清楚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现在杀生 堕入恶趣 我供养布施 将来获得善趣 这样简单的因果概念 我想凡是学过的这些道友 都应该会清楚的 但是最细微的 应该说 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所造的罪业 全部积累在我们阿拉业上面 一点都没有耗尽 全部圆圆奔奔的 也可以说是 丝毫业 万毫无损的已经存在 那么这样的业内 一旦会不会现前呢 一定要现前的 这样以后 我们可以想一想 一刹那间的罪 都是那么严重啊 那这样我们无数劫以来的 相续当中 大概有多少个睡眠的烦恼和 种子习气还要复苏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有时候应该 对业因果方面不得不关心 前一段时间我也讲了 阿底下尊者对因果非常的重视 我们在座的各位 不管你是在家人 你是出家人 你信因果 不信因果 凡是世间的规律 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违离了这个限 违离了因果的规则 那么将来我们的亲生 一定会感受如实的痛苦 或者是他的这种惩罚 所以说 在现在活在人间 自由自在的时候 应该经常要想 我们相续当中 肯定积累到 很多很多的罪业 这个罪业没有清净而死亡 来世有没有机会清净呢 非常困难的 所以很多高僧大德和 这些传承上师们都要求 大家在活着的时候 一定要紧紧忏悔 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自己 以前能想得起的 想不起的这些罪业 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 依靠金刚萨德的窍诀 来厉厉地忏悔 你在历史的时候 最好以前的这些罪业 尽量地已经控制了 然后我们以后的有生之念当中 大家心里面有一个誓言 我尽量地不要造罪业 像以前那样的 失无忌惮的 也就是说一点都不顾忌地 随随便便造恶业 这种行为是非常愚痴 我千万不能这样的 宁可我死在人间 或者我恶死动死都可以的 但是我千万不要 像以前那样造罪的 我想我们有些人的经历 应该自己猜清楚的 有些首先可能不信因果 有些虽然信一点因果 但是信的因果 也是不太 怎么说 还没有深入 我感觉有些 尤其是在社会上的在家人 你学佛没有 别人问的话 我已经学佛了 你诡异没有呢 他回答的时候 我诡异了 你信不信因果呢 我相信因果 但实际上他信的 就是非常简单的 真正的一些佛错 不可思议的 微妙的因果的这种深奥 他从来也是没有研究过 也没有思维过 这样以后 这种概念是极为的粗浅 因此我想大家应该 要相信因果 深信因果 不要前行因果 你表面上信一信因果 就是 哦 可能做坏事是不太好的 做好事是好事 这一点没有学过佛的 不信任何宗教的人 也是基本上知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一点人人都在口头上 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 要学得深一点 不要太前纳 学得深一点 不管是哪一个论典 都有一定的深度 我们最近我发现有些人 学如复杂心论 觉得很多知识分子 有些人认为比较简单 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学度 然后一名觉得 哎 这个特别的难懂 以前上师如意宝经常这样讲 有些修行人对比较深奥的法 觉得非常难懂 他也修不起 然后比较简单的一些修行法门 他觉得非常出现 不愿意学习 最后这种修行人 在临终的时候 一点境界都没有 而空手而返回 中阴界当中 非常可怜 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人 真的发这种毛病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隐秘 中观或者其他的一些论典 实在是学不懂 也不要紧的 最关键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入菩萨行论》 不仅是从字面上来解释 而且每一句 每一个字 就是想想细细地去思维 思考 探索 这一点有一定的必要 所谓的学佛 并不是表面上你 文字上诵一遍 并不是口头上来说得非常漂亮 不是这样的 在实际行动当中 改变自己的心态 改变自己恶劣的习气 只有这样 才能有解脱的希望 所以我们现在 大家也应该一定要发愿 发愿以后 将来不要造任何恶业 我以前所造的这些罪业 全部在诸佛菩萨金刚上师 金刚沙托面前 历历忏悔 自相续得意清净 经常诚心诚意地合掌祈祷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经常要做的事情 接下来过后 下一个颂词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一刹了间的罪业 一定会堕入恶趣当中 非常可怕 没有得善趣的希望 有些人可能在这样想 堕恶趣不要紧吧 堕恶趣在地狱里面 饿鬼里面 旁生里面感受这种果报 不管是你感受多少年也好 一百年也好 几千年也好 完了以后 我还是获得人身 再继续修持也是不舍 再继续修持也来得及 有些可能有这样的恶念 但是下面寂天论师说 只要你堕下去 恐怕回来的希望是很少的 下面就是说 如果你单单感受罪业果报 经乐的是可以的 但并不是这样的 你正在感受这种果报 而且这种果报受完了以后 能不能解脱呢 不能解脱 为什么不能解脱呢 因为你一边正在感受这种苦果 一方面你还要继续造罪业 造罪业的话 那么以前的这种罪业 以及现在你所造的罪业 这两种罪业并行一起 后来你还是在地狱饿鬼当中 不断地受苦 这样以后 我们世间的有些人 本来他在监狱里面 是十多年了 十多年关在监狱里面 结果在监狱里面 他互相打架 互相杀人 本来他十五年可以出来 可以释放的 但是坐在监狱的过程当中 他还要造了 血血多多的罪业 这样以后 他盼行的日子就延长了 后来一直是 或者无期徒刑 或者判死刑 基本上都这样的 他到了监狱里面 老老实实地学习 改造 几乎这样的形象 是很少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有些众生 在人间造了罪业 造了罪业以后就开始 比如说 有些人杀害众生 他在转生到复活地狱 复活地狱地狱里面 按他自受的五百年 受完了以后 如果能获得十分 获得解脱的是还可以的 但是当你转生到 复活地狱的时候 因为地狱的众生 一生来都是 他的嗔恨心和嫉妒心 是非常严重的 他看见众生的时候 拿着他的业力所现前的 各种兵器来互相砍杀 这样以后 一边在地狱里面受苦的时候 一边也是杀害无量的众生 这样过后 你杀害每一个众生 也同样地感受他的果报 所以你有前面的罪业 还有现在正在现行的一些罪业 这两个罪业集合起来 那么什么时候获得解脱呢 就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一般来说 你真正堕入到地狱里面 或者饿鬼里面 包括我们现在人间 看见的 不管是海里面 居住的动物也好 或者是我们人间 分散居住的这些动物 他们前一段所讲的一样 比如说你变成一个鸟雀 变成一个老鹰 什么样的鸟的时候 它每天都是不断地在杀生 不断地在吃别的生命 还有偷盗 邪淫等等 造了那么多的罪业 每一个罪业 都要无量的苦报 所以不可能获得解脱 当然有些众生 表面上看来造的罪业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某某人造的罪业 都非常严重 比如说以杀生维持生活 以偷盗 各种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他无握不作的 可是他的什么 生意也很兴隆 工作也很顺利 而且家庭都是柔和 快乐等等 有些人有这种想法 当然我们前面也讲过 所谓的业和业力的关系 最细微的东西 唯一的佛陀编制才能了知的 但一般业的分类 我们很多众生 也是可能不太清楚的 所谓的业就是随贤受业 随贤受业 随贤受业等等 分了很多很多的业 比如说随贤受业 即生当中所造的即生当中 会果报出现的 这样的公案和例子 也比较多 那么随贤受业的话 我造罪业以后 那么乃至很多劫以后 或者几百年以后 才能果报成熟的 还有一种随贤受业 随贤受业的话 我们这一辈子 过了以后必定会是感受的 就像造得五无间罪一样 造得五无间罪 有时候当然非常的可怕 比如说你即生当中 真的造有五无间罪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想吧 我现在活在人间 但是一刹那间当中 也许我死了 我死了以后下一个刹那 很有可能在五间地狱当中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五无间罪 它没有中阴地 直接堕入五间地狱 直接堕入的话 有些人可能 听说有些饭吃 昏迷 或者有时候我们睡着了以后 第二天醒不过来 但是很有可能 有时候我们的业力 真的很可怕 人们的心里面都是想 哎 我现在还要活明年 后年 再过我七十岁的时候 我怎么办啊 八十岁的时候怎么办啊 一直未来我活一百岁的时候 我怎么办啊 那个时候我就吃什么 穿什么 很多这样的古迹 但也许不用七十岁 八十岁 你明天后天 那个时候你一醒过来的时候 原来都是转生在五间地狱当中 很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你即生当中 造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罪业 但是下一辈子 不一定能成熟的 以前有那个卡尔巴格西 卡尔巴格西他看见 有一次有一个 怎么叫的 药物营吧 他天天都是吃一些小鸟 杀害众生 但后来他去世了 他去世了以后 通过他的神通来观察 观察以后 他就转生到什么呢 转生到一个人 知足的家里 他觉得奇妙 怎么会 他杀了那么多众生呢 然后转生到施主的家里 然后施主的家里 那个孩子没有很长时间 最后都要着了 要着以后 但这样因为他 杀害很多的众生 但后来那个人 又变成一位上师 当时他的事业 也是很广大的 当然从表面上看起来 这样是不可能的事情 前面旁生造业 但后来他堕入恶邪的公案 也非常精彩 所以我们有时候应该想 不要说别人造的恶业 如是如是快乐 我做的善业 什么一点感觉都是没有 我昨天念了 那么多的黄财声 那今天过了二十四小时 还没有发财啊 就是什么 那要等那么长的时间 我昨天念了文殊信咒 已经一万遍了 我现在还是笨笨的 为什么还没有开智慧啊 所以我们有些农民种庄稼的时候 春天的时候种下去 然后种下去第二天 过了二十四小时 你还不收清课啊 不收梅子啊 这不可能的事情 懂因果的人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这个世间的 任何一个因果规律也是这样的 龙猛菩萨也这样讲的吧 说我们所谓造的业力 并不是用刀子来看我们的身体一样 马上出血 不会有那么的 一旦你的因缘和和 果报现前的时候 你以前所造的这些罪业 全部都如是现前的 因此我们现在 对因果方面的趋势 有些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对因果方面 大家都是有特别害怕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好 我昨天天遇到一些 我们学院里面的发行人员 他们说 上师如意宝以前讲过《百业经》 所以我们对业因果方面 是非常可怕的 不敢乱来 说这一句话说明的确跟其他人的有些因果观念 完全是不相同的 有些人口头上说是 哎 因果不是好利不送啊等等 说得很漂亮的 但是实际操作当中 一点都不想 我来时有个果报 我来时感受什么痛苦 就根本不想的 因此有些因果 这种微妙的东西 我们要大家尽量地去思维 不管是享用财产也好 或者说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 因为我们这里所讲的就是不放异 不要太放弹无极 不要没有什么约束 自己顺顺便便 造什么样的恶业都无所谓 那就不想修行人了 作为修行人 从他的身口意 全部应该获得了佛法的真正利益 如果真正与法相应的时候 就像《中观宝马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白天也是快乐的 晚上也快乐的 睡眠 即使你做梦的时候也是 你的梦想都是快乐的 而不信因果的人 造各种恶业的这些人 从他的生活经历当中来讲 什么都 虽然他具有财产 具有地位 具有什么样的 该拥有的 该需要的都有 可是他的心里 白天也不快乐 晚上也不快乐 甚至做梦的时候 也是经常出现一些噩梦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修行方面 一定要注意 要什么样的注意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平时 在修行过程当中 能不能经常要 谈论一些因果方面的 多看一些因果报应方面的书 这是最修行人来讲 很重要的 现在的世间人很多人 比如说有时候 看见他们有些年轻人 有些男众的一些在家人 居住在一起的时候 哪些人当官了 哪些人发财了 哪些人好看了 哪些人的轿车是如何如何 一直谈论这些话题 我觉得也这些 没有多大的意义 有些女众 住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化妆品是多少钱 那个装饰品是多少 那个口红是太红了 太白了 如何如何 当然我都是没有参加过 他们这样的聚会 确实没有的 但我估计现在世间人的话题 只不过是这些而已 除了以外真正的一些 我们前世的业是什么样的 后世的业是什么样的 那么其他的中观里面 所谓的也是怎么样 阿难耶上面的这种习气 是如何要成熟啊 来世和今世之间 有意义和因果是如何如何存在的 这些问题从来都是不谈 所以我想我们学习 《入菩萨行论》的这些道友 能不能你学完了以后 好像你原来的心态有点变了 原来什么都不怕 现在什么都有点怕 如果有这样一个境界 我觉得以后在有生之量当中 自己会取舍因果 什么叫取舍因果呢 就是该做的 尽量地去做 不该做的 尽量地舍弃 不敢去做 这一点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应该说是极为重要的 下面就是说 获得人身以后应该尽情的 但有些如果不尽情 非常可惜 这个道理分两个方面 略说和广说 首先是略说 既得持贤下 如我不修善 持其莫生持 也无果实欲 那么这个颂词 当然《入菩萨行论》的这些颂词 我想是我们道友 很多人只要学习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 现在汉传佛教的很多大德们 也经常引用一些藏传佛教的 比如说《大圆满信心修习 入行论》 这些里面的教证引用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有些高僧大德造论典的时候 不参考别人的书 全部凭刺激的一些感觉 这样的话 当然如果对的话 对很多众生是有利益的 但是如果没有对的话 还是有点危险 带有很多众生 无入歧途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藏传佛教里面 有一种特点是什么呢 只要一些高僧大德 造论典的时候 经常引用一些教证 引用教证的话 都非常保险 就是你所作的这个路 完全不会有任何错误 所以我们以后 不管是给别人讲经说法也好 或者自己修行 或者造论等等 这样事业的时候 你一定要造依据 为什么说五个光尊者 造不管是显宗的论典 密宗的这种论典 全部引用续部和以前工人的 高僧大德们的教证呢 并不是五个光尊者 特别喜欢抄别人的 他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 一直抄这个抄那个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有些人 应该好好地献一想 为什么他们引用那么多 丰富的教证呢 让我们学习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来作为 也就是说是一个智能证吧 应该让我们修行 应该依靠以前的高僧大德 和以前诸佛菩萨的 真正的金刚语来要求自己 只有这样对我们的修行 完全是趋入正道 所以我想我们这些教证 应该说 《入菩萨行论》里面 所有的教证呢 大家都非常熟悉 应该熟悉 不但熟悉 而且心里面应该能用得上 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中 就把这些颂词和 这些内容用得上 口里面也用得上 实际行动当中也是用的话 那我们就成了一个 明佛其实的大乘修行人 那么既然我们这次已经获得了 就像一百天当中 遇到的一顿饭一样的 极为难得的 前面我们已经从因缘方面 树木方面 比喻方面等等 非常非常难得的 鲜小的人身已经具足了 现在我们修 无常大圆满的法 或者说菩提心的法门 出离心的法门 以及人我 法不我 任何一个法门的话 我想每一个人 应该有自由的 没有一个人说 你现在这种修法不准 有些可能家里 或者单位上有一种约束 但是你如果自己 真的有这种信仰 谁也约束不了 谁也控制不了你的信仰 有这么好的机缘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行持 修持 若我不修一善 如果我这么好的 因缘具足 顺缘具足的时候 没有认认真正地去修持 没有把它利用起来 那这样非常可惜 这就是自欺陌生识 那么自己欺骗去 没有胜过它 我们有些人认为 啊 我今天到市场里面去买东西 结果上当了 受骗了 这个东西是假的 那怎么办啊 还原还不回来 我完蛋了 觉得自己特别愚痴 这样认为 其实这个都是不要紧 我觉得你那个买东西买错了 这样是个小事情 但是你获得了 这么好的人身的时候 自己觉得整天都是放逸当中 整天都是懈怠当中 而没有好好地运用起来 那这样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有些人其实这个修行 也应该是为自己修行 不是为别人修行 现在很多人打电话 哎 堪波 你好 我现在还是要学《入行论》啊 学《入行论》 对我来讲 也没有什么的 你学不学是你的事情 应该是这样的 有些人 我应该给他要发奖励 发奖品一样 他现在知不知道 我现在学你的《入行论》啊 学我的《入行论》 也不是为我学的 以前我们有些修法当中 自己的事情 看着别人的事来做事 那这样不太好的 应该是你自己来到这样的人间 因缘聚合的时候 你自己没有修持的话 自己欺骗自己的 然后你修持的话 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人身价值 而对我们来说 当然一方面来说 我们也是非常希望 让大家还是多学一点知识 为什么我们也是 不顾自己的一切辛劳 就是要想给大家提供方便 是有这颗善心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应该可以这样说的 但是你所有的事情 让我高兴 让我开心而学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事情如果你放弃 我们作为一个人 具有智智之名的这种特点 合不合理 应该可以这样想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地 利用这个人身 再没有更愚痴的了 世间上有些人认为 这个人身很愚痴 什么都不懂 但有些人并不是这样 他自己还是老老实实 就他实地学习佛法 修行佛法 学得非常不错的 可我们有些人 自作聪明 自己认为自己是 有一定的境界 智慧 结果自己学得是更差的 根本不如有些 看起来是特别笨的人 这样 总而言之 我们获得这样的人身的时候 这种人身的价值 远远已经超过十万个如意宝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人身如意宝 用来造恶业 非常可惜的 所以龙猛菩萨也是说了 我们这个人身 就像是珍宝千人的金器 用来烧 以不兴奋的仪器一样 非常可惜 任何一个人 获得这样的人身宝的时候 没有用上而浪费 耗尽的话 极为的可惜 也是一种愚痴的做法 所以我想 我们应该不要自己 怎么说啊 好像在这种状态上 自己都成了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 或者说 自己行持善法一点都是 没有这种勇气 没有力气 这样不太好 应该说 我们这样的人身 是非常乃至不易 那么你既然待了以后 每一个人还是要好好地行持 行持佛法的话 不要等着明天 后天 再过多少年 不要这样 每天当下抓住你当天的时日 当天如果我们真的 有一些经济各方面 自己的根机各方面不错 那么你好好地修 无上大圆满 菩提心 空心 以及出离心等等这些法 如果你安住的时候 实在是安住不了 那这样多看一些 有关佛教方面的基本知识 如果看守也不能 多念一些阿弥陀佛星座 或者金刚萨埗星座 观音星座等等 每天都是 总而言之 你每天的时间 你观察这样的 当然有些人 我现在是为学员发心 我为上师发心 我是很了不起 很伟大 什么都不做 其实你发心也可以 发心你二十四小时发心没有 二十四小时没有发心 空余的时间当中 你还是可以利用起来 我看有些发心人念珠根本没有 但是念珠对你发心来说 应该没有任何障碍 所以我们以后 菩提学会的所有的成员 我看能不能每个人 每天念珠不要放下来 念珠应该在哪吒手上 说明你还是念咒语 如果你念珠 根本没有 有些人 原来我们有一次机会 大概是二十多个人 已经学佛二十多年了 但是他们一个人 也没有一个念珠 非常遗憾 最后有些人来说 我忘了 有些人说 我掉了 有些人说 我天气太热了 不方便带 有些人说 单位里面不方便 每个人都是 用一个借口的理由 但我觉得有时候 你骗人没有什么用的 就是骗自己 刚才我们这里面 也自欺陌生词 意思就是说 自己欺骗自己 这就是叫做自欺欺人 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我非常希望 我们有个别的一些 可能身份有点不方便 也有这样的 但是你可以手上拿一些技术器 也是可以 然后你平时 你不管是坐车也好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没有事情的时候 你每天完成一部分心咒 念一部分 这是可以的 如果你现在拿念珠 这些都是觉得不方便了 不庄严了 不好看了 那这样的话 以后临时的时候 可能什么心事善法都是没有的 有一次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大概是学院的一些事情 商量到法王那里去了 当时有十几个人 法王一个一个地观察 我看你手上拿着没有念珠 手上拿着没有念珠 当时每一个人 因为他当时是一个突然袭击 结果有一位法师 手上没有拿念珠 其他都拿着念珠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 法王真正身边的弟子还是不相同的 如果在别的一些城市里面 十个人当中 说你可能一个人都找不到 我原来二十个人当中 是一个人也找不到的 所以我想我们以后 如果有一些机会 凡是我们学习《入行论》 你不但在文字上也要学 而且念珠语 你平时拿着念珠的话 不影响你的工作 不影响你的坐车 我看见很多有些藏族师姐 他们特别精进 特别念珠语 一边开车 一边拿念珠 他一直不间断地 就这样一直开着 我觉得这种精神 可能我们有时候也有点困难 以前有些师姐学过 但是他学得不太成果 后来害怕翻车 所以把念珠穿在手上 算了 开车的时候默默地念 我希望大家真的 有时候在实际行动当中 从两方面来做好准备 上师如意宝以前也是这样讲过 一方面大家好好地 修一些空性法门 学一些理论知识 这是我们作为佛教徒 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还有一个就是 平时自己念一些咒语 简单的一些 基本的有些修行 你不要认为 我是现在发心 我是现在做什么事情 尤其是有些人 我是现在发心 什么善事都不能做 我就是发心就可以 不要这样 不要借口 我觉得你怎么样发心 也是你应该每天的时间 应该有空隙的时间 那个时候你每天念的咒语 每天念的经文 都必须要念完 只是每一个人应该要求自己 自己对自己要求严一点 应该是没有什么怨言 还是比较舒服 如果别人偏偏对你要求 这个时间也不一定是特别长 而且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以后我凡是说 我们也在学《入复杂心论》的时候 第一个要看 你手上哪吱没有念珠 手上哪吱没有念珠 那菩提学会 可能是有点不太适合了 有这种感觉 一听到我来了 马上去买念珠去吧 好吧 真的有时候我们这些 说开玩笑 确实有时候说开玩笑也可以 但有时候内心当中的有些话 希望大家记住 我也是从内心当中 对大家也是一个希望 虽然我们很多人 首先的因缘是数不相识 但是我们都有一个目标 就是什么呢 就是解脱 那么解脱的唯一的途径 就是大慈大悲的佛陀和 大恩上师们的加持摄受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不同的因缘 既然有这么样的因缘的时候 互相我们提的一些建议 对你来讲有用 我觉得你们也是不要 完全放弃 包括我们学院里面 当然我们学院里面的人 都是应该说 每一个人拿着念珠 有些不该念的时候 都是还在念珠 应该认认真真地听课的时候 最好不要念珠 这是华智仁波切的前行里面 也是讲得非常清楚的 下面就是说 广说 广说思维欲本之果报 然后分三个方面 首先说我们获得这样的人身的时候 一定要精进地修持 没有精进地修持 而携带的话 非常不合理的 在临时的时候也会后悔 因为前面的这个课判当中 我们一个诵词讲 临时的时候也会我们后悔 然后死亡以后也会后悔 从两个方面来讲 下面就是说 如果我们已经明明了解这个道理 但是因为自己 非常愚痴而携带 如果没有好好修持 在临终的时候 一定会生起极大的后悔心 就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确也是 自己基本上都知道 人身是非常难得 寿命也无常的 然后人死完了以后 随着自己的业力 在路道轮回当中会流转的 那么这样轮回的痛苦 依靠三宝和菩提心的加持力 可以获得解脱 这个头点 我想每一个人也会明白的 既然已经明白了 但是我们无始以来的 在自相续当中的 无名愚痴的习气非常的深厚 以这样浓厚的习气 已经遮蔽了自己的佛心 而在平日当中 整天都是一些恨恨恶恶 迷迷糊糊 或者说 以一些无意义的散乱携带当中 将自己最珍贵的光影 全部流逝过去了 就是非常可惜的 那么最后人生几十年 就像一刹那间一样 一方就过去了 擦肩而过 最后你到了临时的时候 当你临时的时候 确实是所有四大分解的痛苦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极为的伤心 那个时候你会相信 你会想的 哎 我虽然遇到了上师 也遇到了佛法 基本的一些佛法的道理 我会懂的 可是我在一生当中 总结的话 那好像我什么善事 都是没有做的 什么法都是没有修 我现在一点把握 自己信心都是没有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自己一定会后悔的 一边可能以不兴奋 燃满自己的身体 用双手抓住自己的胸口 让嘴里面不断地 含着痛苦的残脚声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觉得获得一个人身 最后成了这样的下场 最后投入这样的下场 极其悲惨 不应该的 因此我个人 有时候真的这样想 现在虽然已经 遇到了那么好的上师 也遇到了非常难得的 就像跟如意宝没有任何差别的 有关密法 显宗的修行法 已经听了那么多 现在多多少少 心里面就观传的多少 喘息的多少 有时候自己也感觉 算是可以的 虽然修得不像以前的高僧大德那样 修得非常的圆满 但是自己信心是一直没有退的 算是还可以 明天死了也不后悔 早一点死也可以 不然到时候业绩颠倒 或者对佛法不利不好 有时候这种想法 有时候千万不要 很快就死 应该将来好好地忏悔一下 好好地修一些 念一些主语 然后自己心里面多观想 最后临时稍微得一点把握 有这样的多好 自己心里也经常这样想 我想像我这样的感受 可能每一个人 很多道友会有的 因为我们的确是即生当中 在这么多无边无际的众生当中 我们就遇到了 不用任何怀疑的一个正法 不管是密宗也好 修行法门的 这样的大乘佛法 我们都已经遇到了 既然你遇到的时候 一天都是没有享用 没有去修持 每天都是耽着一些世间八法 一直在没有意义的工作 生活当中 那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们临时的时候 一定要获得一种把握 这一点很重要 否则就像《正念经》当中 所讲的一样 佛经里面也是说 遇到临时即生极大苦吧 我们没有认认真正的修学 到临时的时候 一定会用后悔的心来 一定会自然产生的 因此大家都是不要认为 啊 我现在生活过得还可以 身体也比较健康 然后多快乐 凡是每天都是 这样得过且过的话 实际上时光是不会等我们的 一定会每一个人有一个 非常恐怖的死亡的来临 就像《无光尊者的窍诀报道论》 里面说说的那样 以现在生活的状况 完全都是有梵天腐地的变化 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修行人 可能一切都快乐 自己有一定的境界 既然说你没有达到特别大的境界 但你最好还是 哎 我一生当中尽量地 已经做了善事 就没有什么遗憾 没有什么后悔 达到这样的境界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入菩萨行论》的主持当中 堪布根河也是 大概讲的这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遇到了上师 也遇到了殊胜的佛法 如果没有好好地修行 那么人生几十年 就像一刹那一样 马上就过去了 在那个时候 你上师所讲到的这些法要 心里面生起以后 也会生起后悔心的 而到了临时的时候 自己心里面也生起极大的恐怖 胆战心境 没有到达这个之前 现在我们人有自由自在的时候 最好不要 无意义地空好过去 一定要有些人认为我很笨 我没有修行的机会 也不要以愚笨来理由 有些人认为 我现在是特别忙 我没有修行的时间 不要以自己的生活 作为这个借格 有些人就说 我现在心情不太好 以后我心情好转的时候 我才修行 所以每一个人自己讲出 不修行的一些理由 这样不太好 我觉得我们这次 学习《入行论》 应该说是在很多 一定的范围当中 大家都在学习 大多数的人应该说 知道自己的利益 很多人也感觉 可能有一点收获 感觉上有一点收获 极少数的人 包括我们有些负责人 包括一些辅导 旁边劝他的时候 他一直是 哎 我这次是如何如何 下一次是如何如何 每天都是举出一些理由 这是不太好的 应该你们自己 知道是自己的利益 因为这样系统的法轮 长期的学习 并不是我们现在世间 有些法师 一堂两堂的演讲 我想讲起来也不是很困难的 你做一个充分的准备 再过十天以后 我要准备一个演讲 做一个演讲的稿 一次两次的演讲 我觉得作为讲者来讲 也是不是很困难的 而作为听者来讲 今天来了一个上师 有什么什么的演讲 国外都有这种传统 所以我去参加一两次 我觉得不是很难的 但是常量如一日的 一直不断地闻思 作为一个修行人 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恐怕有些人也是做不到的 我看我们大多数人 现在的状况还算是不错的 看我们《入菩萨行论》 我个人来讲 我只要身体或者生命允许 我肯定不会半途而非的 我可以这样说 不会半途而非的 我看我们下面的听众能不能圆满 三世三众 只是看你们的法愿 有些人不管是我遇到 再大的困难 这个法 一定要圆满地听完 听一部法 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 以前的高僧大德们 从他们的一些传记里面看 听了多少部法门啊 我们现在《入菩萨行论》 最多有一千多个颂词 以前多个颂词都听不完的话 那一辈子当中 你要听什么法 学什么佛法 所以我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要求 和自己发的誓言是不相同的 但我发的誓言 以前也是这样的 不管是哪一个法门 只要不管我翻译 还是我要传讲的话 我身体再不好 不管再怎么样 我觉得我所有的生活当中 所有的事情当中 我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人的心的力量是很大的 总有一天会完成的 遇到再大的困难 有时候我们在讲经说法当中 不像以前上师如意宝那样 他们那个年代的这种违缘 应该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世间当中 是没有遇到的 但是比较而言 可能有些心不太稳固的人面前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也出现过一些 比如说传法方面也好 有很多方面的一些违缘 但是我觉得 所谓的违缘和魔障 应该靠自己的精进力量 如果我精进的力量很强 那么任何魔众和非人的违缘 也无极可乘的 所以大家在修学 一定要有一种 坚定的信心 这是非常重要 下面最后一个颂词 今天所讲的最后一个颂词 就是说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的 临死的时候也会有的 但是死了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 后悔啊 痛苦啊 可能不会吧 这样想的话 这也是错误的 而且这种众生 你转生到地狱里面的时候 还有后悔的心 那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男人地狱火 长久少生死 回火也持人 无心比痛苦 意思就是说 我们即生当中 没有好好地修持 虽然获得了人身 但是造了弥天大致 结果自己的业力和业风所吹动 堕入恶趣里面 堕入地狱里面 当然堕入地狱的时候 在燃烧的铁地上 由无数的地狱月族来 进行焚烧 在焚烧的时候 当然我们的身体 不管是你转生到 复火地狱 还是在无间地狱 最后在地狱里面的这种 燃烧的痛苦是极为难忍 以前信心修行所讲的那样 我们现在普通的火 跟碳香火 还有摩羯火 一直到地狱 复火地狱 无间地狱火之间 有七倍高的温度 有相差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火里面 有时候我们手碰到火里面 或者身体上面 落小小的一个火星 就非常的痛苦 在地狱里面的众生 大家也应该看过一些 包括《正念经》等等 宣讲一些地狱感受的经论吧 所以在这些经论里面来讲 最后地狱的身体上 火焰不断地增上 根本看不到他的身体 只是在火堆里面 发出他的参加声 只是听到这样的声音而已 所以这样地狱的痛苦 当然我们用语言来说 也是难以表达的 但是一边从身体 外面用地狱火来燃烧 而地狱的众生 心里面也有非常后悔的心 有些地狱的众生 他稍微能回忆前世 他前世造的一些恶业的状况 他能回忆 那个时候也非常的后悔 有些虽然他的痛苦 是极为强烈的缘故 不能回忆 但是一些阎罗悦族 一边用各种语气来砍杀他 一边一个一个地交代 你在人间的时候 造了什么样的罪业 你现在该感受这样的果报 有时候燃烧的铁水 灌在他的口里面 有时候燃烧的兵器 开始砍断他的躯体等等 这样的 就像我们世间 有些监狱里面的人 有些监狱里面砍手的人 他经常用棍棒来打 你看你们这些人 在外面社会上的时候 我不做的 你今天落到我的手里 他天天地打 听说原来有一个人在打架 结果后来他就堪称了 监狱里面看守的人 那个人又犯了一个罪 落到监狱里面 他就非常的高兴 你看你原来把我打得如何如何的 我今天你落到我的手里了 我现在 然后他就天天地打他 所以当时有些监狱 也有以前传承上师的教言里面 地狱里面的众生 地狱狱一个一个地交代 然后一一地给他 用各种兵器来说苦 就是用之十大受苦 再说地狱众生 因为一般地狱众生 邪见是没有的 这是我们以前也是 学的一些窍诀书里面有嘛 因为地狱众生 他所有的因果 完全都在身上 已经感觉得到了 所以他不会 地狱不存在 所以我们有时候 看见一些特别 邪见特别严重的人 有时候都是发一些 哎呀 这个人什么都不相信 让他地狱里面真正感受的时候 他的邪见都不会有的 那个时候他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 因果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时候生起 这样的恶分别念 其实这种恶分别念 都是不好的 但是真正转生到地狱里面的时候 他的相续当中 不会有邪见的 他就亲自感受到 整个轮回的最大的苦受 在他的身上有这种痛苦 所以在内心当中 用地狱的火 用后悔的火 一直燃烧着他的 地狱众生的心 当时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们现在千万不能 做任何一个善事 一直推到后事 推到明天 明年 这是一种愚痴的做法 这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你有因缘的时候 还是你尽量地去当下行持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即生当中 哎 造的恶意 我即生当中变成一个坏人 现在以前有一些演员 他们经常都是喜欢这样说 我即生当中 已经变成坏人了 没办法 我下一辈子做一个好人 那么龙猛菩萨说 这种人是最愚痴的 龙猛菩萨是怎么说的呢 有些人即生当中 得人身的时候 没有好好地利用 珍惜他 而自己发愿下一辈子当好人 这就是愚痴 懈怠者 就是龙猛菩萨说 这就是愚痴邪怠者 他将来感受无量的地狱痛苦 这是龙猛菩萨的愿化 所以我们做人的时候 千万不能说 我这次实在没办法 只有这样变成一个坏人 那下一次 我一定会做个好人 那你这辈子 造了如是大的恶业 下一辈子有没有得人身的机会 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 得人身以后 依靠上师的教诀 尽量改变自己的恶心的话 我想作为一个人 自相续当中的过失也是 即像以前 噶当派的上师们说的那样 自己的过失 毕竟它是有违法的 那么这种有违法通过忏悔 通过认识 应该可以有一个 重新做人的机会 所以临死之前 我想我们的很多这种修行人 以前可能是 不管自己的行为上也好 在在家的时候 或者是做一些 世间八法的过程当中 造了很多的恶业 但是现在 应该好好地利用起来 即生当中变成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我觉得对个人来讲 意义很大的 昨天 昨前天有些人都是 现在专门学汉语 想当别人的翻译 有些对我好一点的人就问我 看怎么样 我就变成一个什么什么 上师的意识 可不可以 我说你当意识 也是可能能赚得到一点钱 这个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对自己来讲 你现在的这种发心是什么样 如果真的是 对其他的众生有利益 发心这样的话 你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光是我到别的一些城市里面去 我跟其他上师来发心 如果我自己能获得一些钱财 如果这种心态 你就不要学这些 你就好好地当一个修行人 虽然你当修行人的时候 别人也看起来 你没有什么钱财 没有什么地位 看起来是一个 好像很可怜的这种修行人一样 但实际上你这一辈子都是 以这样的修行身份来已经度过 在你来世的千百万劫当中 应该说是大好非常稳固的基础 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所以这是一个比如而已 我们每一个人表面上的一些 人的这种美好的前程 应该是什么样 自己好好地设为这个问题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是三王八卓上的第二季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